自从洛杉矶的东谷市开了九九大华华人超市 旁边还有一个Costco 那么周边的房子就热门起来了 这个就是旁边的全新的大独栋别墅 大家好,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子属于比较实惠的大独栋 实际上它的地址是跟东谷一条街之隔大Ontario 所以它并没有沾到东谷好绝区的光 但是这个房子资助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里一共是三个户型 从2308尺到2780尺 从四房到五房不等 然后我视频里拍的这个就是最小的户型 2308尺 它这个房子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设计 宽阔的大客厅,一楼有卧室 并且带一个院子 这个是从75万左右起 它最大的户型大概80三四万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自住房 如果拿来出租的话就会差一些 因为它的地税是1.95% 因为这个房子总价低 如果是为了住的舒服 这个地税也是在一个可承受的范围 在社区里面配备了很多设施 然后离很近的就是舅舅大华超市和Costco 还有Eastville Gateway 周边有15号高速 有60号有10号 所以出行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的房子基本上院子越做越小 但是像这个房子有一些地块都是有大院子的 另外一楼有卧室 二楼还有额外的客厅 所以是双客厅四房一楼有卧室的一个设计 这个是目前非常流行的 这个大主卧也是很舒服的 房子都是有油缺点的 这个要根据你的需求再看什么样的房子适合你 如果需要好学区 那么其诺那边有差不多的户型的80多万 也能解决上学的问题 更多的信息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